针对同婚议题今年三月才说毛骨悚然的吴敦毅 却在事先过后突然在脸书改口力挺 而今天上午召开爱视频等记者会 重新声明同婚立场 有些同胞可能因为发展不同 社会应该给予尊重和空间 尤其从人权角度着眼 大家可以用更包容的态度去面对 希望每个人都有权利追寻自己的幸福 至于所谓毛骨悚然的说法 本人当时担心相关发展 如果没有完善的规划和准备 则可能造成社会纷扰 应不为大众所乐见 该译说法或应语意表达不够周延 造成误解 对你置判国家社会回归安定 特此一并说明 敌清 谢谢各位 谢谢 连个奖也不算转弯 大家晓得什么叫做同婚 知道以后就会毛骨悚然 毛骨悚然 我以前讲毛骨悚然不是讲同婚 是讲那个多元 多元那个成家 那大概是当时的资讯 是那个样子的状况 所以我才会讲 所以我这里要说 因为语意表达不够周延 这是事实 如果要朝那个方向去进行开放的话 应订定专法 或在不影响既有民法的架构下 另立民法专张 所以基本上应该不能算是急转弯 毛骨悚然你知道吗 我再说 我这边要是大事 或是要是要是要 这边要是不想要 我对不想要是不想要 对不敢要是不想要 这个事实